陳美蓮和老公很會選擇 家裡是東京的深藏地帶 涉骨旁邊的廣美高尚住宅區 這裡的交通四通八達, 環境清幽 名符其實是旺中大靜 現在我們住在這個地區, 叫廣美 交通很方便, 去哪裡都接近 還有我有小朋友 我希望他們離開他們的班學地方接近 我們特地將辦公室和家庭在一起 本來在旺坤有自己的家庭 又在東京有辦公室 但因為我有小朋友 所以我喜歡辦公室和家庭在一起 辦公室和家庭二合為一 有沒有不方便? 我沒有不方便 因為我晚上可以下來工作 還有我的工程可以幫我看看小朋友 不過我想…我丈夫, 我丈夫 上班住了, 下班是辦公室 不能走窄 是呀, 我家庭有電梯 連電梯也有嗎? 當然我們加起來有五層樓 加起來地下 老人家就像我奶奶、老爺和我媽媽一樣 如果他們來到這裡走這麼多層 好像哥哥害怕他們很辛苦 所以就設置了電梯 雖然浪費些地方, 但很方便 上到二樓就是客廳和飯廳 你看, 全部都是宮廷式的設計 而且是多貴氣 這類家庭的價錢不便宜 不過Anne's鍾情宮廷式的設計 我想一定有原因 一方面是好處真的很大方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不用登潮樓, 經常流行 還有一件事是很耐心的 其實我這些都很難在香港買來 寄過來, 連賣比稅也好 都在香港買底 我想至少便宜一半 整個廳用白色和古銅色做主色 原來這種安排是經過高人指點的 風水先生說 我的好運顏色是白色、古銅色和藍色 所以這間廳就很難用白色和古銅色為主 我老公的行運顏色是綠色、粉紅色和黑色 所以下面的公司都是綠色和黑色 我們本來的屋本來不是這樣建的 我們的地是長方形的 我們本來打算中間開一個小小的花園 誰知我媽媽叫風水先生來幫我們看 她說不能把花園放在中間 加上花園就在後面 整間屋都是跟著風水先生的指導來建的 這間屋的設計是出自日本名師手筆 這間屋這麼漂亮, 究竟要花多少錢呢? 最初買了四億日圓 我想建完的時候大約要三億日圓 應該建得好 七億日圓, 為起港幣五千萬 這就是大廳 也是一家人經常活動的地方 由於地方比較大 Annes的兩個兒子和平和聲平 都有足夠的空間來活動